台湾巨星周杰伦和昆灵突然在英国结婚 豪华婚礼包括60位亲友的机票住宿 还有婚纱和派对 总花费2300万台币 也就是约90多万新元 是台湾所有艺人当中最大手笔的 昆灵穿上复古蕾丝婚纱 挽着周杰伦的手幸福洋溢步上红毯 众人见证下 这对新人接受了亲友祝福 婚礼有交响乐伴奏 昆灵为周杰伦戴上戒指 周董正式升格当人夫 周杰伦和昆灵还特地到德国 捷克布拉克和法国巴黎拍摄婚纱照 不论是湖畔旁深情一本 还是在镜头前展露甜蜜笑容 都有如拍摄音乐视频充满梦幻 据说周杰伦在拍婚纱照的时候 还当起了导演 指挥摄影师的拍摄 这场婚礼比原计划的时间提早了一天 在本地时间17号晚上 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大教堂举行 之后还到霍华德古堡举行派对 霍华德古堡还为他们提供放烟火服务 周杰伦也将在过年后 分别在台湾和澳大利亚各举办一场婚礼 婚礼不接受赞助 他们也不会透露婚纱和结婚戒指的品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